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朱培兹 新闻一开始忙着带你来看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天结束隔离了 离开防疫旅馆 他一早到旅馆柜台的时候 看到大批媒体在外面守候 还特地隔着窗跟大家打招呼 心情还看起来蛮好的 虽然说因为防疫规定 他没有办法直接到外面受访 不过当下还写了这个字卡给外面的人看 而且有问必答 那除了说接下来每一周都有疫苗 外界也问了说 那下一批会亲自迎接吗 我们来看看 大莫他说你下一批疫苗再来的时候 你会不会亲自迎接 他就这样回答了 他说目前还没有决定 看起来还蛮简短的 只不过他说对于疫苗 他其实有一个交货的行程表 然后说答应就是周周有疫苗 这个部分就是他刚刚举起来 给大家看他写在上面的 说接下来每一个计量的规划 他都已经有目标了 那至于这个下一批口中说的 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迎接的这一批 是什么时候会来呢 现在预计是在9月8号 就会有第二批BNT疫苗地台 祝大家健康平安 十四天过了 终于解除隔离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一家 六号正式付出防疫旅馆 一早郭董下楼看到大批媒体守候 他也举起亲手写了字条 亲切的跟大家打招呼 上面写着 感谢大家彻夜守候 碍于防疫规定 只能隔窗问候 而第一批BNT疫苗 在二号抵达之后 传出下一批将在八号来台 其实郭董手上也有个旗程表 欧洲催货有成效 隔着口罩都能看到 郭董笑容藏不住 还频频对媒体比爱心 不过指挥中心预计 第一批九十三万BNT疫苗 二十三号才要开打 郭董也有话说 先前郭董一回台 就建议指挥中心应该为第三计做准备 而他也主动向BNT提出 要保留三千万计给台湾 不過指挥中心跟政院持保留态度 郭董也尊重 指挥中说第二批BNT抵达当天要邀请郭董一起去接机 郭董说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规划 最重要的是疫苗快点进来 他也在脸书透露 除了第二批简体中文标签 应该在本周结束前到货之外 客制化标签首批也有望 在中秋节左右抵台 后续每个礼拜会有七十到八十万剂的数量 来台湾 要提高台湾的疫苗覆盖率 各界都动起来 华西新闻完整华教训 陪报道